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饮 做灯饮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摩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臂以后的话 就是从那个右臂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 这个右手的话呢 这个坐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拳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的 出三次勾气 就心里面观想啊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呢 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呢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呢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降测 哦 哦 哦 眼睛走起来,一个人在山河望向看起来。 广播眼睛走起来,一路即将在山河望向看起来。 眼睛走起来,一路即将在山河望向看起来。 第一,一路即将在山河望向看起来。 Zither Harp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 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事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在自己的这个层面 在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就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象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象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的一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因为前面已经讲了 所谓的我要存在的话 这个形式上存在 但这个形式从未来过去 现在三个世间方面来观察 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不成立的比喻 世间当中所谓的芭蕉树 就是整个整个从外面到里面 一片一片的外面的这个皮壳 一个一个地取下来 这样取下来之后 实际上根本得不到一种见识的核心 所以有关佛经上 比如说《沙漠地望经》里面也说了 就是如是芭蕉树 仁兮求真见 求其见 那位不得识 诸法义夫人 我们这个八家书 人们一一剖析的时候 里里外外根本得不到一个解释的东西 同样的道理 我们整个世间上的 从轮回到来自涅槃 一切知之间的 万生万物的诸法 没有一个具有实质性的 这是有些经典里面也说 乃至草野涅槃之法存在 也是如画如梦的 意思呢 应该完全是相同的 应该相同的 那么这样呢 通过我们的智慧 也应该想想细细地观察 就是我们这个婆媳 这个八教授一样的 就是从人窝的智慧 或者说是前面的观察这个流界也好 观察这个气象 气象腿尼来就进行婆媳的时候呢 就是也完全知道 所谓的这个人窝不存在的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皮肤啊 然后这个里面的血肉 一直到骨头骨髓 就整个从肉体上 进行婆媳也是找不到的 然后从掩饰一直到 这个意识之间的内在的形式上 也找不到 所谓的这个我 因此用智慧来 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根本信命不了 所谓的我的这种存在 这种我的不存在呢 我想我们这里啊 就是道友们应该通过 自己的智慧和传承上师们的加持 再加上呢 依靠这么殊胜的论典的这种推理方法 这几种因缘结合的时候呢 就完全明白 在真意当中的确也是 所谓的我找不到的 所谓的我找不到呢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通过八教授的比喻 所谓的我的本体找不到 这样观察也可以 或者说我们人们大多数都认为 这个我在自性上面存在 也同样通过这种比喻来寻找 自性造不到的话 也代表自己的我也是造不到的 正因为这样 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也是这样说的 诸法如法 叫一切有心造 若知法无事 自性也是空吧 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的这种心事 也得不到 但是心事得不到呢 万法也是由心事来造的 那就这样的道理 通过自己的智慧 反反复复地观察以后 应该能得到 就在这种心事中 怎么会有着呢 这么长时间 我来说我不会有着想 让你让人看来 我说不过会有着想 这种心事 就在这种心事 然后 这种心事 就在这种心事 这种心事 终于是那个 难道的眼里 我会有着想 这种心事 就在这种心事 因为这种心事 我会有着想和这种心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如果所谓的我不存在或者诸法空性的话 那么悲心不合理 这个分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首先就是遣除无对境的缘故 悲心不合理的这种观点 那这里对方是这样说的 主要是一些外道和有始宗的论师们这样认为 你们佛教中观派前面都一直觉得 所谓的我 居生我也好 遍及我全部都不存在 来自一切万法全是空性的 如果是空性的话 那么三界轮回的有情都不存在了 有情就没有了 如果有情全部都没有的话 那么你们大乘佛教徒不是认为要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时候对三界可怜的众生应该具有大慈大悲心 但是这种大慈大悲心 怎么会要能修持 如果真正是对方有一个可怜的众生的尸体 然后我作为菩萨 能发大悲心的一种圣者 这两种因缘聚合的话 我对对方发悲心也是合理的 但是对方所有的众生全是空性的 不存在的 然后发心者所谓的菩萨的本体 也通过进行观察以后 也是决定为空性 既然是说发悲心的对境也是空 能发悲心的这种发心者 也是完全不存在的话 那所谓的这种发心 怎么会是常理呢 你们大乘说的 发大乘菩提心的说法 完全都是不常理的 因为大乘 发菩提心的根本要悲心 悲心的根本要对境 没有对境的话 怎么会是发心呢 对方给我们 也是提出这样的疑问 但是这个观点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对生意地和世俗地没有分清楚 混淆一体 混为一谈的一种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的世间人也好 或者学过一些宗派的人 对二地之间的差别 没有分清楚的话 的确是佛陀所显说的 空性的道理和 然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 实在的一些事实 这两个始终都觉得是矛盾 其实不矛盾的 一个是真的 众生的一种迷乱的角度 从我们迷惑的现象上面来讲的 另一个应该是 众生也好 一切万法的真相 真正是它的实际本体的角度出发的 这两者应该 次重点也是不同的 但是这两者实际上 互为不矛盾 下面我们对他进行回答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切众生不存在的缘故 悲心修不易立的话 我们如果站在生意的角度 我们完全都可以承认 从实际上角度来讲 哪里有众生 没有众生的本体 因此我们可以说 完全承认 特别是缘故事 请别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当中没有不能代表一切在虚幻不实的迷乱显现面前 就是不存的 不能这样的 应该说我们在如梦如幻的这种轮回 或者是显现为主的角度来讲 三界轮回的这些可怜众生 首先有撒迦意见 然后他就开始对外境自作 外境自作以后造业 造业之后感受各种轮回的 无有实质的像做梦一般的痛苦 那么这些众生非常的可怜 虽然没有真实的尸体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企业家也好 公务员也好 世间的任何一个人 对自己无有实质的地位 财产 名利 感情等等 就是非常非常的执著 而且这样痛苦的往当中 始终也是无能死吧 非常的可怜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说 对他有这种悲心 因为对他要产生悲心的话 这些可怜的众生不仅是 让他们暂时获得了 人天的果位 修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发大声的菩提心 让他们发誓 安置无声圆满正等觉的果位 但这样的历史 这样的一种发心 实际上就是一种 愚昧无知的众生的角度 也可以说 从世俗的角度来进行安利的 而并不是 它完全是一种室友 或者说 完全是一种 本体存在的角度 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以前 在《经传论》当中也是说了 说是 一而无我果 解脱未密尽 所谓的解脱 其实实际上是 我们的密乱现象已经密尽 密乱现象已经清楚了 这样的角度称之为所谓的解脱 所以我们应该要完全明白 解脱没有一个 像外道所说的那样 现在我们把轮回完全是 有实质性地认在这里 然后再寻找一个 有白色的山盖一样的解脱 没有这样的 但是在我们没有乃至 获得这样的福果之前 或者说 没有乃至真正的解脱之前 这样的密乱现象应该是存在的 这虽然是一种愚昧的 幻想的一个角度来安利的 但是这个应该是存在的 虽然梦境是幻化而无石油的 但是这样幻化的痛苦 对做梦的众生来讲 应该说是有的 一旦他醒过来了以后 绝对也不会有的 但是没有醒过之前 应该对他来讲是实有的存在 因此从虚幻的角度来讲 我们先发誓 让众生获得成就也是有的 让众生非常的可怜 让他在这样的密乱现象当中 获得这个福果也是有的 暂动作就也可能会发现 如果您的语言和声应该认为 我们也需要注意视频 就应该给予了 你会说的 不咋要起来 我表明想就不会有的 所以我还会不断 但是说说 有一个 belong 还会有一个 具体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么下面我们就遣除无果 因为没有果的缘故 你们修悲心就不合理 讲这个问题 若无人谁得果 虚有痴心得 对方这样讲的 这个人指的是众生 如果你们前面已经讲了 人我也好 或者是所有的众生 在本体上是空性的 不存在的 那不存在的话 谁得果啊 如果真的是路道众生存在的话 我们为众生布施 慈悸 安忍 修禅定智慧等等 六波罗蜜多可以行持的 然后对这些可怜的众生 就是以后宣说佛法 我先就是获得圆满诸人德觉的果位 然后再给他们讲下法语 应该有这么好的殊胜机会的话 可以 但是你们所谓的众生都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为谁得果啊 为了哪一个众生 全部都是成了生女儿子的话 那为生女的儿子 我要求无上菩提的果位吗 对方给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对他进行回答 这个问题也跟前面一模一样的 从神义的角度来讲 也确实是见不到任何众生 我们也可以承认 从神义的角度来讲 也没有什么可求的 就是修行佛果也是没有的 然后行持六度万行也是没有的 这是最高的一种见解 也没有什么可得的 《般若经》里面说是 不诸为罪胜主 无得为罪胜德 意思就是说 不诸就是最殊胜的主 不得就是最殊胜的德 然后《经庄言论》里面也是说了 欲得罪胜德 不见一切德 想得到罪胜的德德 其实根本得不到 任何法才算是一切当中 最殊胜的获得 从神义的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的 任何这种所得的法 是没有的 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本体上这样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也不一定代表 所有的世俗当中也是没有可得的 从世俗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痴心的角度来讲 那么获得圆满的果位 也是完全是有的 就会讲到这种目标的 做法 但我们必须是个俄课题的 我也不知道 那么持续的这种看法 也就会说了 我这种看法 就能够对你 很多人都 Prinin 真的 另外又不能把 而且我们那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讲第三个辩论 也就是说 遣除缩短的缘故 修悲心不合理 因为悲心其实是一个所短 不应该修悲心 它是一个执着的缘故 这种说法也是非常多的 有些人也是这样想的 像所谓的悲心 我们求大慈大悲的这种菩提心 它是一种虚妄的执著 虚妄分别 统统小调 一定要认为所有求佛果也好 念佛也好 这些分别念都是不合理的 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我们对众生的悲心也好 或者像为了获得佛果的这种希求心 希求心都不合理的 甚至有些对三宝的信心 或者我今天去求学 我要去修学佛法 这样的这些执著 全部都放掉 这种说法真的也是不合理的 当然是 从圣意的角度来讲 那我们刚才所想的一样 不管是像念佛也好 磕头也好 放生也好 这些善觉的念头 应该从究竟的思想角度来讲 它是一种执著 要放弃的 但是究竟的思想 我们如果没有通达的 在这种人面前 其实这样的善方面的执著 不能放 恶方面的 应该说是造罪的恶方面的执著 尽量地消掉 放弃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说 为了众生离苦得乐 或者三界人会的可怜众生 全部成立在各自野感说必的 这种痛苦的大海当中 那么这些 如果没有人救度的话 人来永远都是感受 无量无边的煎熬之苦 所以我们为了 这些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然后自己需求服从 无上圆满的正等觉的这种果位 这样的执著不能放弃 为什么不能放弃呢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执著 就是一个所持障 在这种所持上 就不能放弃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应出果池 这个果池的话 意思就是对果的 希求的 对佛果的一种希求的 这样的执著 暂时是不能放弃的 那什么时候放弃呢 当你获得了圆满佛果的时候 也就是说是十地末位的时候 你就不用放 自然而然 因为根据你的所持上 断除以后的话 其实是那个时候把这种执著 完全会放弃了 自然放弃了 这是第三个节目的缘子 但是大家不能放弃 当我都能放弃这个缘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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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鱼翅不能放弃 就像我们过河 过河的时候需要穿着 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不用的 但是你到真正的囤积当中 真正在金油当中的时候 你如果放弃的话 你一定会是 沉溺在水当中会淹死的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句 非常危险 因此我们行持善法的 希求的解脱心 只是在水当中 千万千万不能放弃 那这样的时候 提出一个问题 对方给我们这样说的 如果希求菩提这样的执著 不能放弃的话 那就是对自己自我的执著 自我的执著也是不能放弃吧 因为这两个都是执著的原因 对方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前面希求菩提的菩提心也好 对众生的悲心 其实是成佛的一种顺缘 它根本不会障碍我们修行 凡夫人 我们有自相的一种执著 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它是以烦恼障和所知障 自行的一种心态 但是这个虽然是一种障碍 但这种障碍 不会障碍我们的解脱 它自然而然 通过你的智慧的增长 慢慢慢慢会去掉 是这样的一种执著 而我们这里应该 遮除的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我执 这种我执一定要遣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执其实是一种 三界轮回当中痛苦的因 就是 辛苦 变苦 苦苦的根本因 我们无始以来都是对 自我自私自利的心 我们其中慢当中有一种 撒迦也见的 认为自己云聚合 存在的这种我慢 这种我慢应该是痛苦的因 而且这样的痛苦的因 会烦恼和 世间的各种不良的罪魁狐索 应该说 一切互害的根本 从它而增长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 断除这种我慢 断除这种死者 我们前面《入行论》当中 也是说了 此处说者是 苦因是低失 在这里说者的 应该是痛苦的因 也就是说 低失的这种执著 这就是我们前面 也是讲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这种 我们一定要断除 如果不断除的话 依靠这样我的实质 在轮回当中 永远也是不能解脱的 在这些执著上面 也有辨别 有些是对我们解脱的障碍 有些是解脱的一种随缘 表面上看来 两种都是执著的 我对善法也是有一种执著 我对自己的我执也是一种执著 但实际上它的功能和它的果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因此的条件是一种执著的 但是我们肯定下方的儿子 有什么执著的 Yum. 并且该大致可以早见 还这种执著的 有一种传统和世界上的 就是传统和世界上的 说明 candidate 并且是在这个 不是小传统和世界上的 那种执著的 不争的 这样的带统和世界上的 那种家人的意见 不会跟着随着 全部用来说バạn 他们也切得很几年 如果你需要 看得比较不得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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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时候对方说虽然你们刚才说是所谓的我执 我们要遣除 但是这个不能遣除吧 因为对我们的众生 无始以来都是 其实我们每个众生都是存在的 以举生方式的方式来存在的 就是所谓的我执是这样存在 那这样存在的话 怎么会是能把我们能去掉呢 不能去掉吧 对方这样认为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回答 这种我们第一必须要去掉 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过程当中不难发现 每一个人从世俗当中来看的话 对自私自利的我执的这种吸纳 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障碍 就是一定要再三地 日日夜夜地去观察自己的相续 有些人自己都认为修行很不错 境界很高 但是看我的我执减少没有了 就是世俗当中的我执 我们从利他心的角度来讲 利他心重一点 我执少一点的话 也算是一种修行的境界 从生意的这种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真的是对我室友的执着 完全都要消掉 没有消掉的话 我们修行建立在 应该说在冰冻之上 不一定能解释 应该这样想 那么这里说 别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成就 应该能成就 应该能遣除 为什么呢 修我罪生 就是修我罗的话 这个我们修我罗的话 遣除我罗最出身的一个窍诀 我们修持这个我罗的话 其实所谓的世间当中的我罗 也就是说 我的执着 通过人罗的这种修法 就是最出身的这些窍诀来修持的话 完全可以遣除的 为什么呢 因为无我符合实际的这种真相 任何一个法的真相 其实是无我的 然后我的执着 它是一种颠倒分别念 也是一个暂时的课程 我们在《诗量论》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信心即使光明 心的本性应该来自城口之前 它的本性的光明 一直不涉及的 但是暂时的 所谓的撒迦意见 我的执着 这些都是暂时的一种课程 因此 这样我们努力的话 它信心本来光明的 我的智慧一定会可以现前的 这个现前也是通过 无我是最殊胜的 然后要懂得刚才我们前面 终结两个问题吧 一个是对业因果 完全是存在的 你不要以空性的名义 所有的业果统统地去诽谤 这也不合理的 因为空性证悟了以后 你不要忘了对众生的悲心 寂天菩萨专门讲了任务我的后面 提出两个问题 证悟空性以后 因果是合理的 然后对众生修大悲心 完全是合理的 千万不要认为是 修空性以后 这两者都是不存在 没有这样的道理 来说ヒット 业务力的话 问1转账 去吗 问5 sich隔地区 球技棘 帮兵 医璨 多辜 mak 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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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